黑帮分子太嚣张 听到蒙布导会巴黎副分会长 在台北港经营人力派遣公司 为了抢生意 多次教唆小弟杂电 恐吓其他同行 在当地做起了恶霸 甚至还把恶势力扩展到桃园去了 怕其他业者影响到自己饮料店的生意 就趁对方开幕时前来闹事恐吓十分嚣张 警方现在把八名嫌犯全部带不到案 好几名恶煞手持短棍 来到店门门口 使劲猛砸真的有够狠 但怎么砸手都酸了 奇怪这个门就是敲不破 这样实在落魁 似乎怕回去无法交代 决定再使劲拔下大门手把 门这时才硬身碎裂 一群人鸟受散离开 同样是恶煞拿着棍棒 聚在物流中心不断叫嚣恐吓 让里头员工吓坏了赶紧报案找警察 原来这些人通通都是天道蒙帮派分子 在台北港地区以及桃园一带 做起土恶霸 专门暴力威吓其他生意人 走在最前方的男子 头滴滴狼狈落网 他就是教唆小弟犯案的主贤 黄姓男子 有多项恐吓伤害前科 打着天道蒙不倒会 巴黎分会副分会长名号 在台北港地区经营人力派遣公司 为了要抢生意 不但多次恐吓港区内同业 他在桃园投资开设饮料店 为了打击竞争对手 甚至趁对方开幕那天 率众又去闹市 简直是无法无天 警方完成搜证 一口气带到八人 通通移送法办 被害店家不满遭到恶霸威胁 勇敢站出来报案 毕竟做生意比的是产品 而不是比谁的拳头大 接下来我们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